好 介入別人的夫妻生活 不一定會被定義為是小三 或者是小王 可是實際上就是會讓 已經結婚的這個夫婦 感覺到不高興 那我們今天研究了一下 明星夫婦當中被介入的狀況 聽起來有些情形 已經到了匪夷所思的感覺 我覺得有些滿過分的 對 就是... 有些故事是連我都覺得 如果我家被這樣干擾 我會很不高興 所以我們邀請明星夫妻們來呢 他們要提出一些控訴 而且他們把他們介入婚姻生活 一些討厭鬼都請來了 所以現在S跟我的對面所站的 五位背影呢 就是這些討厭鬼的背影 那他們都在不自知 或者是自知的情況 就是要介入了別人的婚姻當中 然後配偶呢 今天打算要 在康熙來了提出一些控訴 然後我們放眼看到明星夫婦這邊來呢 有一個奇特的現象就是 有些夫婦是我們所熟悉的 他們和自己的伴侶坐在一起 這個我們很好理解 可是不曉得為什麼前方 兩位先生的隔壁的太太的位子 現在是空著 黃忠平 太太呢 我從來沒有想到 所以太太已經 已經站到那邊去了對不對 她已經被安排到那邊去了 所以我到現在還想不...想不出 她怎麼會有這個時間 這麼多時間 所以她背著你介入別人家庭的事 你一點都不知道嗎 這個我覺得 因為我們有兩個小孩嘛 再加上我應該把她的人生 給佔滿了吧 沒有啊 你的人生是被植物佔滿了 對 被虛了 你多久沒有摸你太太的腿了 大概摸素的機率比她還好 那少女腿那位太太 麻煩你轉過來好不好 阿然 太太了 阿然 嗨 翰哥 妳本來應該坐在這裡 是別人的正宫夫人 可是妳被我們送去那邊 就是妳介入了別人的婚姻 因為我老公這三年來 看素的時間比看我還多 所以妳是有一點空虛對不對 還滿空虛的 而且她每天都不斷告訴我說 這一棵樹已經幾歲了 她還可以活多久 多快會長高 小孩幾歲她知道嗎 小孩子她不知道在哪一班 如果有年輪在臉上 請問可以搬一棵樹去放在那邊 介入你們婚姻的樹 首先呢 妳本人站在那邊 就是因為妳介入了在座的某一 對明星夫婦的生活當中 對不對 也算... 妳有引起這對夫婦吵架 有一點點小爭執 然後妳心靈的空虛呢 有一位男士為妳逮捕了 那位男士完全地逮捕了我的空虛 那位男士站在妳那一列當中吧 是站著還坐著 站著的 坐著的都有耶 很恐怖 因為我老公平在你生活中 留下太多空檔 需要別人來添付 因為上了一點年輕的女生 其實一個男士填補不了 妳胃口很大 OK 好 好 我們等一下來追究這件事 那浩然 妳先回來坐吧 坐到妳先生旁邊 妳還要演做的男生 所以妳今天不只一位男生 介入妳們的婚姻生活 對啊... 然後鍾平兄知道這件事對不對 他只知道一位而已 OK 好 那那位不是... 傻丟 誰叫妳要去玩樹 好像會把樹都砍啊 沒有 王鍾平今天之所以會有小三 他也是因為妳... 他說他講任何題目 妳都沒興趣聽 因為他每天都在跟我講 他今天早上還把我叫到陽台去 告訴我那棵樹長得有多美 很厭倦耶 後來...妳好像沒聽到重點耶 他說 他有小三 他有一個人 願意聽他講樹有多美 對 我覺得這樣滿好的 因為那位不是少女腿的女生 今天轉過來 不是少女腿 幹嘛這樣 對 我們要頒獎給妳耶 為什麼 妳跟王鍾平非常聊得來 對啊 我覺得他跟我講的事情 我覺得都還滿有趣的 妳也愛聽他... 妳也愛聽他聊樹的事嗎 因為我也很喜歡種一些盆栽 然後一些植物 可是王鍾平對妳的讚美 不只是妳愛聊樹 他說他喜歡談兒時回憶 還有人生歷程 妳都很愛聽 對 我都很愛聽 而且我跟他聊天 我絕對不像王鍾一樣 他跟他談人生歷程 還反習同意 我跟他聊一些人生大道理 他都... 你跟他聊人生歷程 你的我已經聽你了 湘米 這樣講 你如果什麼人生道理 你要跟他講 沒有 你透過我 你要當翻譯對不對 先讓妳回到正宮夫人的位置 好 謝謝 然後呢 目前情況上比較好懂一點 就是前面兩對夫婦亂七八糟的 可是就是 他們等一下會處理他們的狀況 後面的情況其實比較嚴重 因為後面的夫人們是真的不高興 所以Kiki 等一下要做到妳先生旁邊那個 位子的那個女生 是有被列在嚴格禁止 現在她可以跟潘若迪 單獨見面的 有... 明文禁止是不是 是 明文禁止 除非是在節目上遇到 而且我剛剛就有不高興 因為我坐在這裡 然後她就一直跟我說 你看那個誰誰誰累了 她還關心她那個累 她一直在關心她站太久然後 因為潘若迪我們讓她站太久對不對 對 不是 我看到她那邊站來 你看... 心疼喔 所以憑什麼夫人就坐那麼舒服 然後... 沒有...我沒有在想 對...我一直覺得... 我們把Kiki抓去罰站好不好 不要...不要這樣... 如果Kiki累了你會心疼嗎 會啊 可是... 可是Kiki對付潘若迪的招數 真的很可怕 Kiki 潘若迪只要跟女生講電話 都必須用擴音器講是不是 對 如果是女生打電話來的話 就是用擴音 所以現在是反射動作嗎 只要女生打來 潘若迪要立刻把它轉為擴音 對 她會自動把它轉為擴音 所以包括那個站在那邊 罰站的女生打來也要用擴音 她打來是一定要擴音 那對方知道她已經被按擴音了嗎 我覺得應該知道 因為會聽到就是 旁邊的雜音很大聲 那還會講一些 很過分的調情的話嗎 應該就比較不會 也沒有好不好 那個站到很累的妹妹 麻煩你轉過來好不好 聽說妳跟潘若迪 在潘若迪婚前就已經認得 而且很多次單獨見面吃飯 本來就熟 因為我們以前做那個模特行業 然後有一些可能需要肢體訓練 或是健身什麼 都會請潘老師來 有發生過妳想吃什麼 他都會立刻開車到妳樓下 帶妳去吃嗎 會耶 因為那時候是婚前啦 真的是婚前 然後那時候是因為我們真的很好 然後因為潘老師之前 有帶我去新竹吃過那個蝦子 就是海鮮 然後我突然那天下午 就又很想吃 我就問潘老師說 那個地方在哪裡 因為是他開車 我不知道在哪 然後他就說在新竹 我說好遠喔 我還滿想吃的這樣 然後隔大概一個多小時 潘老師就打個說 走 在妳家附近 我們去新竹吃 吃蝦 這麼浪漫的蝦 他是在追妳嗎 不是...可是就是還有一些朋友 他一起帶來這樣 OK 對 然後還順路來接我才一起 等一下我要把語柔 放在妳先生旁邊做OK嗎 OK啦...OK 不行啦... 好 語柔去做吧 就是結婚之後 跟他出去吃個飯會幹嘛 他一定都在 我會跟上 就是他們可以出去玩 但是我就基本上想辦法排除萬男人 所以妳跟語柔 應該也變成姐妹頭了吧 對 其實我跟語柔私底下 也不好 我是一個好朋友 語柔一個 Apple一個 瑤瑤一個 全都變她好朋友 所以我覺得這種狀態比較好 就是說伴侶有接受說 她介入婚姻生活 因為現在背對我們這兩個男生 是好像伴侶沒有很高興 妳比較想要先讓哪一位轉過來 我覺得有頭髮那位應該是帥哥吧 沒有 我就知道妳對婚姻這件事情就想 她...沒有頭髮那位 可能轉過來的樣子也OK啊 可是左邊那個看起來比較年輕啊 右邊會不會是縫第一鎖 真的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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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左邊還放寂寞咧 她就沒被鎖吧 沒被鎖 那個有頭髮那位麻煩轉過來好嗎 小春 我們有見過啊 有啊 有啊 她以前是舞者啊 後來辦了雜誌對不對 對... 超牌嘛 對... 所以是妳的 不是 是阿迪的 什麼那麼虛 妳是小景樓嗎 小景樓 我們是好朋友 妳知道妳今天的故事 是最過分的故事嗎 有嗎 很過分 妳今天的故事 是最可怕的故事 會嗎 還好吧 半夜兩點 然後在夜店 然後用擴音器講話 然後妹叫小景樓說 妳應該要回家了 然後旁邊可以聽得到 小春在大笑說 不要聽老婆的話了 我們繼續玩 好過分喔 妹 我講的是真的嗎 真的 然後她真的聽小春的話 留下來繼續玩嗎 沒有 因為那時候她就是... 她每次喔 就是要跟我老公講說 我要帶妳老公去建廠商 然後就是一次 兩次 三次 四次 奇怪 建廠商都是在晚上 晚上就算了 永遠那地點都是在夜店 而且她在旁邊知道妳 在跟先生講話 她還可以說不要聽老婆的夢 因為她那時候 我就問她說好 妳要去夜店 那妳幾點要回家 她那時候就說好 那我兩點回家 兩點這樣放很寬了吧 對 所以她1點55分 她打來就說 我可以晚一點回家嗎 我說妳答應我兩點 那妳就應該兩點回家 然後我們在講話的時候 旁邊這個賤人 就在旁邊... 幹嘛聽老婆的 把電話掛了 我們不要理她 我們繼續喝 然後她掛了嗎 然後我就說 然後我給妳半個小時回到家 然後我兩點半 我就奇怪 她怎麼還沒有回家 我再打關機 因為她叫她那時候 結果妳知道她那天幾點才回家嗎 她天亮才回家 而且妳知道嗎 我們在一起就是89年了 然後她也廠商 這個代名詞也講了89年 我從來沒有就是... 見過一個廠商 沒有一個廠商 她就是有... 她有接到一個Case的 對... 永遠... 永遠打來都是公益活動 所以她會不會帶她去見廠商 就說借某個牌子 然後也許可以找她代言的意思是不是 對 然後或是有合作機會 然後從來沒有 然後你看我從來沒有帶她去見廠商 光這個主題 我讓她賺了多少錢去了 余皓然親密生活不滿意 王中平自尊心受打擊 侯昌明說余皓然會跟侯昌明講 王中平在親密生活的表現 退回的事情 你們這一排真的很亂耶 好... 你這位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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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這位是7種的 我這什麼不在意 還在那邊是7種 你這位是7種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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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7種的 所以小春如果去你們家住的話 妳先生是要跟他睡同床是嗎 他每次都說要來我家 陪我老公打電動 可是他每次來都沒打到電動 然後都在我家睡覺 然後我都跟他講說 所以都是來陪睡的 對 然後在客廳 然後這個毯子蓋著 他都說我先睡一下 然後就有好幾次我就跟他講說 你等一下就是太晚了 我們就早點休息 然後我就回房間睡覺 可是到了早上 我要送小孩上學的時候 我老公還在客廳就坐著 然後就陪他睡覺 看著他嗎 對啊 你說看著他... 看著他... 對 好感人喔 然後那個就是這樣睡覺 我說你幹嘛 他說他怕 他睜開眼 找不到他 他哪有 對 你要宣傳他們 他們是真愛 原來他那邊是個黃子啊 沒有啦 你是幫他蓋上棉被 然後摸他的臉 然後Kiss說Good night是不是 因為... 小姐好 所以你有說出口過說 怕小聲睜開眼睛的時候 沒有看到你嗎 不是 是我怕他 因為他車停在我們家樓下 我要聽那個句子是什麼 來... 我是說我怕他起來的時候 車子被拖掉 所以我要叫他起來 要去牽車上班 你說這樣是不是很過分 因為他... 因為我... 我覺得妹你要視像一點啦 對啊 對啊 講那個兩個帥哥在一起的故事 是我喜歡的類型耶 真的嗎 那你醒不醒來沒有關係啦 他不是為了討你喜歡才這樣 好 掌聲請坐吧 大家掌聲一點 這位男士你到底要不要讓他轉變 他轉也沒關係啊 你以為他一起採聲一點 好 這位男士麻煩你轉過來好嗎 他好 女生好... 保和先生 謝謝... 所以保和先生是很懂美食嗎 懂美食 還有我們常會出一些美食外景啦 所以他老公很介意你的存在 據說是滿介意 但是我...到今天以前 我還沒看過他老公 今天是第一次碰到嗎 所以其實我有點害怕 太可怕了 有點害怕 對 其實有點害怕 而且很多人來這個通告的時候 他還警告我說 因為那個人很壯 所以叫我要小朋友 因為他平常有在鍛鍊啦 所以說那位人... 現場壯的人質 這位太太 美嗎 我要講 其實那個時候 小時候她就是我的小 而且那個時候 那個時候我今天還在來 那個時候我還要買她的CD 買她的卡帶 我那個時候真的 到今天準備來到她簽名的 等一下 她不知道 妳有買過她卡帶嗎 她完全不知道 你跟她交往那麼久 你又跟她講說 你是她的粉絲嗎 沒有 我這個東西 我要低調一點 要不然後來怕會嚇到她 因為那個時候 她如果知道我很崇拜她 她可能會敬而遠之 所以她假裝好 你還好啊 沒有 我們大家都一樣這樣 比較放輕鬆一點 但是要慢慢... 余皓然 余皓然他是你的粉絲 請問那一卷卡帶 是在哪裡買得到 而且還是卡帶喔 那時候我還去那個火車站 前面買的 為什麼你的卡帶後面 放張秀卿這照片啊 後面的人比較漂亮 對 對 很壞耶 余皓然 今天才得知她是你的粉絲 你是更感動嗎 還滿感動 他也沒了... 你知道你太太跟保羅WhatsApp 然後你有在問說 你怎麼跟一個人 WhatsApp這麼長時間嗎 不知道是跟誰 但是其實基本上因為... 因為我是不玩智慧型手機的 所以說有時候我開車的時候 然後在他們要去哪裡玩 看到他在滑手機 我就有一股那種 不愉快的那個火蜜火 真的假的 對 因為我覺得就是說 今天我們在家裡面 然後大家在一起 你應該就是 跟旁邊的活人在一起互動 你都跟其他互動來 對啊 你還敢說人家 夏伊里 這個態度可以嗎 不喜歡太太滑手機有 我覺得要有遲度 適當 適當 有一些時候是希望他自己知道 適可而止 自己知道就說... 你有提醒他嗎 說你已經滑了兩個小時了 所以我就用表情啊 你沒有表情啊 沒有 我表情很豐富 就是本來是正常的 你只有笑跟不笑而已 就是不笑 不笑就是代表我很憤怒 不然剛剛會被我們塞在那邊 就是因為侯昌明說 余皓然會跟侯昌明講 王中平在親密生活的表現退步的事情 你們這一排真的很亂耶 對 對啊 我叫你 昌明哥 你要害才我了 真的嗎 鳥姐先回家了 真的嗎 真的... 這種態可以跟別人來講 沒有 你知道喔 我跟中平也很好 那我跟昊蘭也很好 那每次呢 中平 因為他雖然是寡言派 但是呢 有時候在我們大一群朋友面前 他說你看我練得多壯 我體力真好什麼的 然後昊蘭都會專壓說 我老公最棒啊 他說好棒喔 然後其實我心裡面會暗笑 因為其實昊蘭是以下會跟我 有時候會聊到說 其實中平到這個年紀了 其實跟妳這個年紀的時候 很長 不是... 等一下 我要解釋 不是 你是不是在做哏 對不對 我哪有 不是... 我自覺承認 沒有 吵起來了 等一下 我一定要做解釋 因為亞蘭常常跟我抱怨說 昌明哥 然後我就會跟亞蘭說 亞蘭妳放心 我說再過兩年後 她就不會這麼... 好 平... 對 你看我老公現在... 沒有 我老公等三年 這兩年就是都去種樹 所以有時候體力就會消耗在樹那邊 不是一個樹... 不是一個樹 是不是 所以你心不在焉 你心不在焉 你心不在焉 對 心不在焉 我同意 你心不在焉 你心不在焉 你現在講這個 你心不在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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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所以王中平剛才有 拜託我們一件事情 說他今天就維持 跟保羅的關係就這樣 所以保羅沒辦法坐過來對不對 對 而且一開始 我跟皓然舉的念緣 其實也是在於 基於他們兩個上面 你知道嗎 你這個坐著 這很麻煩 他不讓你過來 對 沒有過來 對 這樣保羅聊天很有趣嗎 不是 因為他跟我老公 完全不一樣 我老公第一個話很少 第二個 你跟他聊不起來 聊一些流行 時尚的聊不起來 第三個 他永遠 你問他要吃什麼 他都...結婚18年 他都只會帶你去吃什麼 米粉湯 炒米粉 同一家嗎 就是會不同家 只是 然後我有時候就會問那個Paul 他就會跟我講說 哪邊的什麼鐵板燒很好吃 哪邊的什麼配紅酒 保羅是個有生活情趣的人 對 他會告訴你說 哪邊好玩 哪邊好吃 可是我老公永遠就是一些 可能就是你問他好吃 他就是說什麼燒餅油條 各位先生太太們 是不是應該 他跟保羅問了哪裡好吃 他應該讓他先生去吃才對吧 對 對 你們兩個最後是一起去吃的嗎 不是 我有時候會拉他去吃 因為他很節省 第一個 他會問說 鐵板燒一個人多少錢 如果我跟他講多少錢 對 他就說 我們兩個要吃到這麼貴嗎 對 保羅介紹吃的地方都很貴 所以最後是你跟保羅去吃嗎 就是有時候我們通告結束 他就會說 皓然姐 我昨天節目 採訪了一個很好吃的 因為我也愛美食嘛 皓然這可以接受嗎 你們有單獨去吃 沒有 有時候還會有一兩個路 後來咬來咬去 那你就應該打電話 不要把王朱銘叫出來說 我們一起去啊 因為我老公不會喜歡那一種 找你就跟我好不好 不要再鬧了啦 不要這樣 蕭敬鴻小春淚灑身影棚 詮釋苦手寒咬十六年 他就帶著太太跟小孩在車上 在這個朋友門口等 然後三小時 三小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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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本來是因為也還沒有習慣等啊 因為我大概這半輩子 我活到現在三十二歲 我活到現在三十六歲 到現在我都還在等你 活活了 活活了 終於說出他壓在心中 這麼久的話 對 我的天啊 十六年... 我家一十六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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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其實旁邊你還... 你這邊還有一位 對 這是妹妹嗎 我是辣妹 所以我今天就是一個 狐狸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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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沒錯 我今天就是一個 狐狸精 狐狸精 你是新出來的女生嗎 對 我是一個小辣妹 請問你是誰啊 大家看不出來嗎 我是大根 你是大根嗎 誰是大根啊 大根是男生耶 我看起來今天是一個... 你這樣還滿漂亮的耶 今天很美 對 我剛剛照鏡子 也有點戀愛的感覺 有一點... 對啊 我沒有鼻涕 我怎麼不撕掉啊 你是在暗示附近嗎 你是在暗示附近 你是在暗示附近 別人婚姻生活的人 是狐狸精 不... 你說小春他們這樣 就算狐狸精嗎 他們那應該是好朋友 好朋友就是... 所以在場哪一位身是狐狸精 所以... 我覺得這個事情聽起來 真的很糟糕 就是妳跟妳太太已經約好了 說今天全家出遊 然後小孩都上了車 然後出門前先生說 他得先送吃的到某人家去 因為那個人現在就要吃這個東西 他就開著車 載著太太跟小孩 就去了這個朋友家 可是呢 朋友沒有接電話 然後他就帶著太太跟小孩 在車上在這個朋友的門口 等了三小時 不可能 三小時 這種故事可以接受嗎 三小時 就是說 妳要不然就把吃的放在他門口 讓他自己拿 為什麼一定要親手交給他 如果是他太太 我真的離婚耶 應該可以登上衛冕者寶座了 而且這樣出去玩不就整個行程 都單位喔 誰啊 妳只現在繃網可以玩了啊 誰啊 請問這個故事是真的嗎 真的 我殺了他啦 好恐怖喔 怎麼會這樣繃 妹 這個故事是真的嗎 是真的 但是等了不只三個小時 等了快四個鐘頭 幾點到幾點 從八點等到快十二點 從早上嗎 從早上 那還要玩什麼 就沒得玩啊 我們原本要... 就是要出去吃飯晃晃 帶小孩子出去吃完飯晃晃 忽然這位仁兄呢 就跟我老公講說 那你們乾脆來我公司 那不是他家是公司 然後我公司來找我 那我跟你講喔 因為你們家那邊附近 有一家滷味我特愛吃 幫我買 然後到了他公司呢 就打電話給他 不接 然後他那時候還... 他那時候有一個助理 他有請一個助理 我們還請他助理 打給他 全部 全世界我們打到給朋友 我問說你有沒有看到小春 沒有人都說沒看到 他全部就把那滷味 放在門口就好了 那時候在公司 然後就打... 打到...就是打到他家囉 然後也沒接 然後是等到我最後跟他講說 因為那時候我小孩一個 才會走路 然後一個我還在抱 不是 根本等五分鐘 就應該要立刻走啊 對 他就說再等一下 他應該等一下就把他一直說 而且等四小時 滷味也基本不好吃了吧 他那個滷味是冷的 是冷的滷味 你們就應該把那個滷味吃掉 然後就不理他 對啊 我看到那滷味都一肚子我還吃 對啊 那結果你知道嗎 我聽不懂這個故事 為什麼 我也聽不懂啊 你幹嘛... 不是... 我聽不懂 蕭琪 你為什麼要在那邊 四小時啊 為什麼 沒有 那時候還有其他 他也認識公司裡面 還有其他人 沒有 那時候根本就沒有人了 你們有進公司嗎 有 進他公司 只是小車沒有出現而已 對 我在家裡睡時了 然後電話就是完全沒有... 他講完...跟他講完電話拿完 就是跟他講完結 沒有 那是因為你還沒有習慣等他 因為我大概這半輩子 我到現在32歲 我認識他16歲 也沒有學會 對 小春... 小春 你跟妹換位子啦 五輩才能坐在旁邊吹 五輩愛的神是小三啦 不是 我哭了 妹...把你椅子讓給小春 幹嘛哭... 他哭啦 他哭啦 又是嗎 他終於說出 他壓在心中這麼久的話耶 小春也不會哭喔 壓抑16年 為什麼啦 沒有啦... 沒有啦... 我都哭了 都哭了 大哥 今天是來康熙叫我們主持公道的嗎 對啊 今天都已經這樣子了 看什麼時候呢 剛剛這句話是康熙 摸出十年以來告白最深情的意思 對 從16歲 16歲等他等到32歲 對 對 一半的人生的意思 這是來自欣欣那裡的故事嗎 沒有啦 沒有啦 我還是住這裡 你那邊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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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買椅子啊 我買椅子啊 沒有啦 沒有啦 真的耶 太感人了 小坑 當時蕭錦鴻說要娶妹的時候 你哭了幾天 沒有啦 所以你在他人生中間 站的時間真的太短了 小春在他人生中 站得很重要的重點 因為他從16歲 已經有這個人的存在了 對 我覺得他會跟我結婚 是因為他是他們家獨自的 對 真的喔 是無奈的嗎 還有壓力是不是 天啊 所以現在小孩已經生好了 就好了 最棒 你最棒嗎 也有交代啦 不是 你為什麼眼淚停不下來啊 我也不知道 真的耶 眼淚流不下來 還在哭啊 真的... 是喜極而泣嗎 真的 我覺得是耶 而且我現在只擔心說 妹今天晚上 你有地方去嗎 今天晚上 有啊 保羅家喔 保羅家 好感人喔 請問他每次說 要去你們家的時候 你是高興 你是期待的嗎 興奮 因為有點興奮 因為你太太不高興啊 他聽到小春要來住不高興啊 你不知道這件事嗎 可是有時候我覺得 因為我真的在家裡 我現在都不太出門 然後有時候在家裡燜酒 還是會想要有人來陪我 我 我 好強喔 他也沒有打電動 沒有打電動 沒有打電動 你太太就是人啊 他不出門就像很小春的 沒有 他到底用電話留下... 對啊 我又不是植物 為什麼太太在你旁邊 依然會讓你覺得孤單 因為她會出門啊 所以我就一個人自己在家 然後顧小孩啊 而且她不會打電動 她不太喜歡我打電動 你們沒有共同的話題是不是 對 有共同四號 四號比較不一樣 我們來追究前排的一件事情 侯昌明 你有買過行李箱給你太太嗎 沒有 我想要買 然後他說很貴 你想要買是多少錢的 大概兩萬多塊 哪有 因為我覺得那種東西 你可以用很久嘛 所以妳開口說我想要買這個 幾萬塊的行李箱的時候 妳先生說什麼 他說太貴了 不要 浪費錢 因為行李就是丟在地上 他說就是這樣給海關人員 這樣丟來丟去 很容易髒 很容易救 昌明後來買了一個 兩萬多塊的行李箱對不對 對 是送給別的女生做禮物 沒錯 昌明哥 好帥啦 你怎麼變那麼看啊 而且還是帶我去挑 這樣來 這樣來 那他把這個貴的行李箱 送給那個女生同時 是不是也應該花同樣的錢 買一個送給自己的太太 就是 沒有 沒有嗎 沒有 他是之後才買的 他是送給他之後才 對方覺得很好用 然後他才買給我 所以他是基於好用 才再買一個 對 所以妳有吵這件事嗎 基本上我是有一點不開心 因為我每次要買什麼 他都會跟我說太貴了 浪費錢 然後用不到 不要買 那這個女生的先生 知道那個行李箱這麼貴嗎 那個牌子他應該可以... 他先生應該不知道 不知道 不是... 王中平 讚揚真雅蘭 佛商民護航 余皓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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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她兩個做一個比較 如果以... 一種比較 一種比較 零件 零件 所以零件就皓然 她就像是那個煞車 她就像是一個油門 油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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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但後來... 沒關係 我覺得你是法拉利 對 來... 油門是這樣 來... 來... 妳知道妳太太有一個很貴的行李箱嗎 有啦 我們這次出國就用那個行李箱啊 因為那個行李箱我曾經跟她提過 我說老公那個行李箱好漂亮喔 她問我多少錢 我就跟她講 她說 太貴了 她說不過就有個行李箱 為什麼要花那麼多錢 然後我就去跟昌明哥說 昌明哥 你知道那個牌子的行李箱嗎 昌明哥說 知道啊 那牌子很多人用很好用 很堅固 然後我就這樣問而已 那有一天我生日的時候 然後昌明哥他們就打電話來 說昌明你下來一下 然後我就到我們家樓下之後 她就推了行李箱來我家 還有一個行李箱的箱子有多大 這麼大大概到我的胸部這邊 很大 所以我還跟著她一起扛 扛到他們家樓下 然後等著昌然姐回來 然後回來的那一剎那 然後她馬上看到那個行李箱 然後打開給她驚訝 她從來沒給我驚訝過耶 然後還把那行李箱打開 來... 她可以椅子不夠耶 對 妳們不一定幫我們 把那個椅子翻過去嗎 然後她把那個行李箱 打開之後拿出來的那一剎那 昌然姐的眼眶真的是很累 因為我真的很感動 因為她剛工作回來她很累 對 然後更感動 她還要抓到那一剎去啊 好害怕耶 因為我們好態勢是不是 不是 因為我覺得 既然跟皓然這麼好 我們就是... 好朋友就是要給她驚訝 而且因為她那一次生日 然後也可以在她生日的 前三個禮拜 我跟你講說 我們給她搶頭箱 她所有的朋友裡面 我們第一個送她禮物 所以是這樣也同意了是不是 我有跟她講 當時行李箱拆開的時候 你有衝動想要衝過去 去抱住侯湘明嗎 說實在話 我那天真的有哭 因為我很感動 因為我老公從來很會 對... 因為我老公 他從來不會送... 我覺得應該把沒出事的人 送到那一剎去 那一剎去的話 對... 你過來... 來... 出事的時候這邊比較好 我覺得我比較想上來 跟他們坐牢 有仔細的... 裡面一個好搭喔 好搭啊 那請問她收到行李箱 那一年的那個生日 妳送她什麼生日禮物 我要講她送我什麼 因為我跟她說老公 妳結婚都沒有送過我項鍊 我很想要一條項鍊 對 然後她就說好啊 我送妳啊 然後到我生日那天 我先收到叉明哥的行李箱 我就很開心 我想說我老公今年應該會... 給妳一個大驚喜 對 然後她送了我一條黃金項鍊 對 我說黃金就算了 他還跟我... 我說妳怎麼會送黃金 保值的態度 對 她有... 不是 她如果說保值還好 她給我的答案是 我跟你講 如果有一天發生戰爭 她可以換米 換米 換我國小 國師會讀到人 然後我就跟她說 這也是一個很實際的回答 我要什麼時候 才能夠把這條項鍊去換米 換的米 就可以裝在那個行李箱裡 對啊 等一下 妳心裡期待 我還是看到一條細緻的 然後可能一個小鑽石的項鍊 對 我希望是這樣 對啊 金項鍊 黃金項鍊 然後我也從來沒戴過啊 還願用的 金牌 那個就是說很實際 如果說哪一天真的... 我們沒有要實際 要浪漫 對啊... 對 我沒有 打另外一位 不是 蔡平 這一句是她生意的耶 我的生意 妳就擔心會誰 生意然後擔心會誰 你不能不實際 是...你知道嗎 我希望給她一個最實際的 就是說哪一天如果 也許我不在了的話 她可以戴在身上 拿去換吧 然後真的有... 有到那天的話 要當都還有錢可以賺 不是 中平 你不要擔心 有一天你不在 她可以來我家吃飯 有一個小孩的爸爸 跟另外一個小孩的媽媽 兩個人去接小孩 然後在校門口碰到之後聊天 聊到忘我 然後忘記接小孩 聊得那麼開心 這不是一對夫婦喔 是不同婚姻裡的爸爸跟媽媽喔 這可以接受嗎 這沒辦法接受 聊天這兩個舉起手啊 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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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講清楚... 來...我聽 來... 你怎麼都不聽 現在我是受害者耶 對... 我要聽一下 你們兩個在校... 是在校門口聊天嗎 對啊 就是我在等小孩 他也在等小孩 然後我們就... 剛好碰到女兒 我們就開始聊天 對 就是聊得太忘我了 然後忘記去門口等小孩 因為每次然後... 每次那個小朋友放學的時候 因為我女兒跟他女兒 讀同一個學校 對 同一個學校 他放學的時候就是 有很多家長都開車去 我們停在比較遠一點的地方 對 那就遇到他 然後就差不多11點40幾分嘛 就遇到...我們就開始聊 對 那其實他滿... 滿能聊的 對...滿能聊的就是說 很賤函耶 就是...我覺得就是說呢 昌敏娶到他 真的是他的福氣 對啊... 好奇啊 這是什麼意思啊 我覺得你現在實在說 你也很想要取到他的意思 所以取到以皓然是你小明 是不是... 如果...如果以皓然跟他兩個 做一個比較 如果以... 做比較 請問一下 請問一下 零件 這個零件就皓然 就像是那個煞車 你知道嗎 你開始跟他講什麼 他就說煞車 不要再說了 他就像是一個油門 好奇喔 可是我... 我跟你講 我覺得... 我真的要解釋 只有自己老婆 才會幫你踩煞車 別人老婆你衝出去 就算衝到撞到東西 但是也不甘他的事 但後來... 沒關係 我覺得你是法拉利 你... 你... 來... 你... 來... 你後來... 你不能再解釋啊 因為他已經... 他已經對你的煞車功能不滿意了 對 因為他... 他曾經就是有講... 我覺得這樣講都還OK喔 他曾經講過一件事情 就是拿雅蘭跟我比的 我更生氣 我那一次哭了好幾個鐘頭 真的假的 因為他真的很誇張 你知道有時候我們... 因為我們一直都有工作嘛 有時候我們可能想要 買個什麼東西難免嘛 對不對 女孩子 然後有一天他突然就跟我說 他說為什麼你不能像雅蘭一樣 這麼節省 你買了什麼 我那一次我大概就是買了 買了鞋子還什麼吧 因為我們有時候上節目 他就覺得我鞋子買太多 他說你為什麼 都不能像雅蘭這麼節省 然後我說你說什麼 他說沒有啊 他說我就是看到雅蘭都很節省啊 這句話很令人怒是不是 天啊 來... 你還會去演技師坐在這邊 來... 但是鍾萍 你知道 浩然在家裡有很多鞋 都是雅蘭買去藏在你家的 我都不知道 我以為他可以買那麼多鞋啊 他都藏 他們兩個常常互相藏在對方家 對啊 鍾萍哥 這是真的 這是真的啊 誰雅蘭... 不是 因為我老公很節儉 因為他每次都說我買的鞋子 都款式都很雷頭 所以他都不讓我買 所以我跟浩然姐去逛街的時候 我就會說 浩然姐 我真的可不可以丟你家 所以他幫你背黑鍋 對啊 而且我就覺得我老公 原來在他的心目中 老婆就是一個浪費的 然後別人的老婆就是一個節省 你知道對一個做老婆的而言 老公拿你跟別家的老婆比 而且你不但浪費 而且你還是個煞車啊 對啊 又浪費又煞車 請問你老婆在你眼中 你覺得他還有任何優點嗎 有啦 是有啦 也是有... 你為什麼不跟大家 你為什麼不跟大家說老婆 每天都把水果切好 擦子擦的 拿到你的椅子旁邊給你吃 什麼天啊 這雅蘭會不會把紙豆挑掉 好可怕 好可怕 黃豬平 曾雅蘭 居尾鄉頭 侯昌明 當場被帶綠貓 玉文選要弄植物 植物 對 你不覺得很有成就感 你要約中平兩人一起去摘 對啊 水果 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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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不要小看我的衣服 跟他們也很搭 好可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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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不懂為什麼每個人都送去那邊 好可怕 黃豬平 你跟曾雅蘭聊天 聊得開心的題目是... 就其實因為喔 我... 因為我很難得能夠講話 可以講得很順 然後我也會跟他說 如果有空 我也可以跟他一起去摘 因為我很喜歡那種植物 一起摘 會覺得很有成就感 你要約中平兩個一起去摘 水果 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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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不要小看我的衣服 跟他們也很搭 好可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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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對... 好可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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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們都可以在一起了 為什麼會這樣 浩然如果跟王明明吵架 會去找保羅訴苦嗎 我比較常訴苦的是昌明哥啦 OK 對 而且我老公貼心到什麼程度 你知道 有一次他跟忠明哥有一點鬥嘴 然後浩然姐很傷心 然後我老公馬上就跟他說 我告訴你 我幫你找一個命令老師 那超厲害的 他會解惑 對... 師傅給的意見 妳有在使用中是不是 師傅其實只給了我一句話 因為我們結婚十八年來 都很多風風雨雨嘛 他就跟我說 浩然 你老公今年開始 要走大運到68歲 你現在如果做任何決定 或跟他吵架 冷戰 對你都沒有幫助 會遺憾中生 不是 因為這樣子 所以是出於貪財的心 為什麼 叫我還是去找破 那我就跟浩然好好的聊聊 這實在 不是 會開台啦 因為做一個老婆 聽到老公 接下來都會一路很順暢到 不想打擾他就行 對啊 這樣很好啊 當然是要留在他身邊啊 他是真的 那時候講到這一點 他眼睛整個亮起來 他本來想說 我老公真的有很多抱怨 他就整個都醒來就說 真的嗎 老師 他說真的 到68歲 不然你會後悔 他說這姓什麼 你老公今年開始都會變了 了解 對 好 我們現在可以 把大家放回自己的位置 好混亂喔 對 我坐飛啦 到底誰是誰的 所以今天妳覺得 最危險的事情是嗎 我覺得是蕭景洪那邊 所以小春 不管今天妹說了什麼 妳還是會維持 妳跟蕭景洪互動的模式 繼續下去嗎 當然啊 都認識十幾年了 妹算個屁對不對 好帥喔 要哭了 我叫他不要來我家 他都會說我要你管 然後他就在過半個小時一個小時 他就來了 小孩多喜歡我 所以你已經管不動他了是不是 管不動 就成全他們吧 好 那是嗎 而且小春剛剛說 你們的小孩也很喜歡他喔 沒有 沒有喜歡我嗎 所以小春的意思是說 連小孩都可以留下來 他一個人走就好是不是 沒有 他做過態很容易對不對 對 如果...如果你需要行李箱 你可以跟口罩講 行李箱批發的 我覺得大家都在風雨飄搖當中 好好的保重啊 好 祝福你們 謝謝 謝謝